就指演說是否會正式 對大陸递出和平的橄欖枝 而賴清德參加國際會議時 公開表示 願意和大陸展開溝通對話 也重申不會讓台灣 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世界上許多國家 把台海列為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準總統賴清德 我臨就職前嚴正表態 絕不會讓台灣 成為下一個烏克蘭 以錄影方式 受邀哥本哈格民主高峰會 賴清德更在歐洲國家面前 向大陸釋出溝通的善意 而國台辦同樣對即將到來的 520就職高度關注 各界判斷賴清德將在就職演說中 正式對大陸递出和平的橄欖枝 朝野同樣期盼 兩岸交流能有所突破 大家都希望520之後能夠翻篇 讓對抗的局勢緩和下來 上進入的第一個深水區 陸客的來台的團客 這部分的禁令 能不能有進一步的鬆綁 這些都是在賴清德一念之間 兩岸如果不改善 就會像八年下來一事無成 包括觀光啊 包括兩岸的商業的退流啊 這個都是台灣人們所攜帶的 尤其農產品那更嚴重 先拋出善意並非就是弱者 拋出善意 恍而人家會感覺到 你是雍容大度 才能做不到的 能否在520後出現轉機 如何讓台灣與大陸破病 甚至春暖花開正常發展 成了賴清德上任後的第一道必考題 接著楊介玉軒SR組 台北報導